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为自己孩子准备一份大礼 美国投资公司 Edward Jones的分析师 Brian Yarrow也表示 零售商们正计划着大局购入玩具货源 意味玩具在节假日意味着巨大的流量 当孩子们想要自己的心意的礼物时 父母永远甘之如頤 那么今年又有哪些玩具 会受到孩子和家长的青睐呢 今日Toy Insider公布了2018年节日 孩子的心愿礼物清单 盘点了20款孩子最喜欢的玩具 具体的品类特点及分析 也将在下文中一一说明 惊喜感玩具大受欢迎 去年的大事热门玩具HATCHAMELS 在今年重返TOP20的榜单 新生代品牌Ryan's World Giant Mystery Ice 也榜上有名 而两者的共同点 就是在玩具的设计中 充满了惊喜感的元素 例如HATCHAMELS推出的 Steam Master Ice HATCHAMELS 主打让孩子用魔法弹 孵化自己玩具娃娃 孩子们事先并不知道 自己最后得到玩具 因此对孵化结果感到兴奋和惊讶 而另一热门玩具 JXV的BOXY GIRLS 则是在一个装有时尚娃娃的包裹里 为玩具的小主人们准备了时尚配件 项目并不包含在订单内 当孩子们拆开包裹 看到精致的鞋子或是手包时 总能感到意外收获的喜悦 图片来源 亚马逊商品业截图 Toe Insider的主编 Marie Sidi Bartolo还表示 这些玩具中除了惊喜感 还有像爸爸妈妈一样的成人体验感因素 无论是孵化魔法弹 还是用时尚配饰玩具装扮娃娃 孩子都可以通过这些玩具收获独立感和成就感 明星效应反响巨大 由MGA娱乐公司推出的L.O.L Surprise 娃娃玩具一直在玩具市场表现不俗 而今年的SI Series Underwrapped系列更是大受欢迎 孩子们需要拨开十层 才能最终看到自己的惊喜娃娃 而前文中提到的另一热门玩具 Ryan F.Wall Giant Mystery Eye 则是由YouTube频道 Brian Choi For You发行的 据悉有超过1600万粉丝 观看这档由年轻网红主持的玩具测评节目 孩子们可以在这个玩具中发现各种各样的惊喜礼物 该品牌的副总裁 Debra Saul & Sean表示 目前的销量已经超出预期 预计剩下的库存商品将快速售出 据悉这款玩具 最初由我耳码独家生产 但目前Target也有了自己的生产线 各大零售商的玩具之争玩具反斗城 Toys R.S. 都倒下为各大零售商留下了玩具市场这块大饼 而显然各巨头都为这场玩具之争蓄力已久 据了解 它对玩具零售商Party City Hotel 将在节假日期间开设50个流动店面 而亚马逊将推出一份指示的玩具目入指南 寄给全美数百万家庭 并在后复的食品商店进行分发 他的声称 今年将增加2500件独家发售的玩具 这一数目是去年的两倍 而我耳码早前则表示 会增加30%的在售玩具数量 Edward Jones的分析师Earborough预计亚马逊Target和沃尔玛 将占据今年美国玩具市场最大的份额 数据机构Borrent Research Bises的调查显示 目前沃尔玛和Target已经占据了玩具反斗成25%和14%的流量 以下是孩子心愿清单Tap 20的完整版 将根据其适合的孩子的年龄段为卖家做分类梳理 读 括号内为品牌 0-2岁Go Go Smart Wheels Make a Magical Wonderland Teach 图片来源 亚马逊商品业截图 Safari Learning Station LipDrop 图片来源 亚马逊商品业截图 3-5岁 Ting Learning Pets WaWaWa 图片来源 亚马逊商品业截图 Hair Durables Just Play 图片来源 亚马逊商品业截图 DJ Mask Super Moon Adventure Ashure Rocket Just Play 图片来源 亚马逊商品业截图 Ryla's World Jai Mystery A Bunker's Toys 图片来源 亚马逊商品业截图 Pamsys Cyrock 图片来源 亚马逊商品业截图 PowerAction Picture 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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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亚马逊商品页截图 Hedge with Spin Master图片来源 亚马逊商品页截图 Laser X Fusion NSI图片来源 亚马逊商品页截图 L.O.L